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要说起来王华设黑暗 咱们得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场火灾说起 1998年10月18号凌晨 突然一把大火就烧了一家叫觉醒商行的店铺 那么这觉醒商行的老板叫什么呢 叫婉振宇 他的妻子啊叫孙云兰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婉振宇在洛河也算是小有名气 他的妻子孙云兰呢也非常的精明能干 俩人在洛河闹市区的一栋六层楼的一楼门面 开了一家觉醒商行 看这名字就显得特别的洋气啊 专门卖一些金银首饰 手表还有高档服装 总之吧 就是专门给有钱人开的 生意非常红火 俩人呢确实也是积蓄不菲 可谁也没想到啊 1998年10月18号凌晨 一场大火把这觉醒商行可就烧了 而且婉振宇和妻子孙云兰就睡在店里边 这俩人也是命丧火场 这个商行对面不远处就是老街派出所 据婉振宇的弟弟婉振水说 事发那天凌晨五点左右 他接着电话说金店起火了 赶紧就跑过去 等过去以后啊 就看见自己的哥哥嫂子躺在卫生间里边已经去世了 在这之后 婉振宇的儿子女儿也都赶到了 俩人一看一把大火 父母都没了 在那哭的是呼天抢地的 那么这把火到底是自然灾害 还是有人纵火伤害呢 假如是有人纵火伤害 是谁跟婉振宇夫妇有这么大的仇恨呢 婉振宇的儿子婉涛 后来分析说 1994年的时候 王华向我父母借款几十万 到期了也没还 后来我父母呢 多次跟他讨要 他不但赖账 还恶语相加 甚至出手打人 我家人实在气不过 找王华理论 失手把王华的胳膊划伤了 最后经过双方协商赔钱了事 但这事儿 让当时已经是落合黑社会老大的王华 很没面子 在婉涛看来 包括啊 婉家其他的家人都认为 是此次王华的受伤 让王华和婉振宇 结下了梁子 因此 这次放火十有八九 是王华所为 那么这王华到底是什么人 王华呀 当时有很多头衔 比如他是落合市政协常委 落合市工商联副主席 河南省总商会副会长等等 很多人呢 也跟他叫红顶商人 就说跟过去大清朝时候的胡雪岩似的 那有权利又有钱又有自己的产业 那么婉振宇的家人都怀疑是王华派人放的这把火 受害人家属还说 事发当天 大火被扑灭之后 落合市公安局 原会分局 时任副局长杨威说 可能是自然起火 估计是电源插座引起的 当时婉家人呢 就提出了不同意见 说不可能 看门口都烧成什么样子了 门口那根本没有电源 况且 咱们这进来以后 这金店里边还充满了刺鼻的汽油味呢 当时这个杨局一看 哎呦也没办法了 第二天呢 警方又派人到现场 重新勘察 可是勘察来勘察去 警方依然认为是自然起火 据婉家人回忆 说直到11月20号 我们家里边出钱 领着办案人员到沈阳做了火灾鉴定 这才有了后来的外来火源 引起火灾的结论 当时消防部门呢 出具了火灾认定书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 抄送会员区人民检察院 会员区人民法院 这样警方才最终定性为 外来可燃物导致的火灾 晚震宇的弟弟说呀 我们当时呢 怀疑就是王华干的 并且向警方反映了情况 但是警方就是不对王华立案调查 为什么婉家人能够一口咬定 就认为是王华干的 因为婉振宇夫妻呢 为人很和善 平时跟谁关系都挺好 除了王华之外 跟别人呢 没闹过矛盾 当婉家亲属提出来 对王华立案的要求的时候 反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杨威 杨菊说的什么呀 没有证据 不予立案 于是啊 婉家在民间就放出风声了 只要有人提供火灾线索 可以拿到二十万的酬金 案子就这么着搁置着 一直没破 也没有人向婉家提供过线索 一转眼 这起案子呀 可就过去了十几年 直到2012年年底 一名知情人 把那场大火的秘密 告诉了婉振宇的家属 这才让案件出现了转机 那么这王华怎么那么大能量啊 怎么公安局都听他的呀 他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 成长为黑社会老大的呢 王华呀 1957年3月份出生 另外还有一个名字 叫王银华 是土生土长的洛河本地人 高中文化 曾经在洛河市清工业机械厂 洛河市服装鞋帽公司工作过 后来呢 就不干了 下海经商了 1981年的时候 因为偷窃 被收容审查三个月 可以说这是有千课的 1993年的时候呢 王华自己也有点资财了 反正就靠小恩小惠呗 网罗了一群社会闲散人员 就结成了以他为首的涉黑组织 1998年秋天 婉振宇夫妇被烧致死以后 尽管警方不予立案 但是这婉振宇夫妇在洛河也是小有名气啊 老百姓们盈盈抄抄的也听说过 就是王华干的 从这以后 王华不仅没受罚 反而是声名雀起 更出名了 社会上就说呀 王华可是个厉害角色 惹不起呀 从此在洛河这个地方 华哥这个名号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甭管谁见了王华都得恭恭敬敬的叫声华哥 要不就叫王总 1998年之后 王华呀 通过开设赌场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以及开办了一家华影实业公司 腾达汽车出租公司 双龙公交公司 万通房地产公司 华影广告公司 等多家经济实体 获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 当地老百姓一提到王华 那是尽若寒蝉哪 可别惹他 咱普通老百姓可惹不起 这时候 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 叫洛河渡月升 又有钱 又心狠手辣 在当地 那是呼风唤雨 这是当地民间的传说 可如果看看当地官方的报道 就会发现这王华呀 俨然跟传说里不是一个人 当地报道里面 一说起王华 那就是可敬可爱可亲的 这么一个大善人 大慈善家 比如其中有一篇报道 是这么写的 二十多年来 王华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捐资助学 安置下岗职工就业 培训专业技能人员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是新闻报道的原文啊 王华还先后被授予了 河南省关爱新农村 十家慈善人物 河南省百家慈善大使 河南省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河南十大杰出技术创新人才 洛河十大杰出民营企业家 等荣誉称号 哪个称号拿出来 这在河南 这都是响当当的 同时还身兼多个社会职务 是洛河市昭陵区工商联主席 洛河市工商联副主席 河南省总商会的副会长 2002年以后啊 身上背着命案的王华 还当上了洛河市政协委员 2007年开始 他还成为连续两届的 洛河市政协常委 每回看到有关王华的新闻 宛家人呢 都恨得是压根痒痒 宛振宇的女儿就说过 说王华呀 经常对希望工程 社会工艺 灾难救援等 进行所谓的捐款 获取慈善大使 这些头衔荣誉 达到把黑钱 洗成白钱的目的 把自己的黑身份 洗成白身份 有很多洛河当地的老百姓也说 王华涉黑团伙 盘踞洛河近20年当中 王华的名号 几乎就成了洛河社会上的通行证了 办事的时候啊 你别说我认识李局 认识王处 不管用 只要说一句 我是王华 我是华哥的人 什么事都好办 对方就摸不清你的虚实 他就不敢不给你办 检查机关后来指控的材料里面显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 王华还有他开办的华影集团 就组织有钱科劣迹人员 还有社会闲散人员 逐步形成了以王华为领导者 以孙培国方民等人为骨干的 人数众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他们这个组织啊 多次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 实施过放火 赌博 开设赌场 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非法拘禁 等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 那么最终 扳倒王华的 依然是婉振宇所遭遇的这场大火 那么这场大火 为什么在案发十几年之后 又被提出来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 而这个关键人物和当年的凶手 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据被害人婉振宇的弟弟婉振水说 2012年底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电话谁打的呢 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说呀 她是其中纵火的一个罪犯的前妻 之所以爆出案情 是因为受到前妇的追杀和威胁 当时婉振水接到电话以后 也把这事啊 就跟家人说了 可大伙呢 都是将信将疑 真的假的呀 这个打电话的人 叫苗慧菊 苗慧菊 并不认识婉振宇夫妇 也不认识 这场火灾最大的获益者王华 但是他却是火灾的 直接参与者 纵火案被害人代理律师后来说 作为核心证人的描绘局 如果不站出来 这个十多年前的纵火案 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性 如果不是纵火案 王华的其他罪行 也不会浮出水面 2012年10月份 描绘局啊 给婉振宇的弟弟婉振水写了封信 他呢 写了一个假名字啊 同时留了电话 说自己想在婉振宇夫妇的忌日那天 前往祭拜 婉振宇在当地 那是名声在外啊 后来出事以后 婉振水在当地啊 也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了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得了 这肯定又是个骗子呀 啊 之前找我们联系的 说有线索的骗子 可不在少数啊 可这描绘局啊 没有死心 接连又写了三封信 每一封信 都有更具体的案发细节 没过多久 婉振水决定 见上一见吧 描绘局当着婉家人的面 给他的丈夫孙培超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是摁的免提 婉家人就听见这俩人 在电话里就又吵起来了 描绘局就在那喊 孙培超 你信不信 我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你不怕婉家人毁你啊 孙培超那边一听 这女人敢跟我叫嚣 你敢说出去 我弄死你 听了这通电话 婉家人才相信 这描绘局说的是真的 2012年12月20号 描绘局向洛河市公安局实名举报 说1998年那场金殿大火 幕后主使者就是王华 后来贺碧市检察院的起诉书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1998年秋 王华通过一个中间人员文辉就介绍认识了孙培国 就跟孙培国聊到了曾经和晚震宇发生矛盾被砍伤的事 同意孙培国找人打晚震宇替王华出气 并且还给孙培国钱 让他购买传户机 方便联系 在这之后 孙培国又多次和王华见面商量 王华每一回都给孙培国几千块钱作为开销 过了一段时间 王华和孙培国把这事就算商量定了 也别找人打他了 放把火烧了他的店吧 后来孙培国呢就又找到了他的哥哥孙培超 还有他的大嫂苗惠菊 仨人这么一合计 决定由孙培超苗惠菊夫妇实施放火 1998年10月18号凌晨 孙培超和苗惠菊骑着自行车 带着准备好的汽油到了觉醒商行 把携带汽油的自行车啊 就靠在觉醒商行的卷帘门上 并且点了一根烟 把这汽油就引燃了 之后就逃离现场 导致婉振宇和孙云兰夫妇 当时就死在了火场 觉醒商行呢 也完全被烧毁了 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经过鉴定 婉振宇和孙云兰 都是火灾之后窒息死亡 事后王华多次给孙培国钱 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三十来万 这在九十年代末的洛河 买两套普通的居民楼 这不成问题吧 那么这描绘局 为什么过了十几年 又反过来 揪出来幕后元凶王华呢 后来他在审讯过程之中啊 也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他自从嫁给了孙培超 孙家人呢 就一直瞧不起他 因为描绘局呢 是农村的 所以啊 孙家人一直啊 就总跟描绘局叫乡巴佬 那次纵火 得知烧死人了 也让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变化 2002年有一天 描绘局跟孙培超 就吵起架来了 情急之下 描绘局就喊出来了 你再惹我 我把你放火烧死婉振宇的事说出去 孙培超一听就急了啊 你提别的事行 你提这 你想死啊你啊 跳起来 一把就掐住了描绘局的脖子 并且还威胁他 你要再敢说废话 我就弄死你 在这之后 孙培超 孙培国兄弟俩一商量 不行啊 万一这描绘局嘴不严实 可怎么办 这么着吧 咱们用毒品控制他 让他吸毒 因为吸毒 描绘局还蹲了三年监狱呢 等他刑满释放的时候 发现孙培超啊 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 儿子也被孙培超的大姐带走了 他们之前的房子也租给别人了 描绘局一看行啊 你们这孙家人做的够绝的呀 他打算和孙培超离婚 但是孙培国拦着 不让离 为什么呀 他怕描绘局和孙培超离婚之后 把这事给说出去 描绘局跟孙家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在绝望之中 他才决定要联系晚家 根据描绘局的举报和晚震水的报案 2013年1月4号上午 警方抓获了孙培超和孙培国两兄弟 兄弟俩呢 很快就招了 并且还供出了 让我们放火的是王华 是他划钱指使我们的 考虑到王华在洛河当地很有实力 关系是盘根错节 洛河市警方这可解决不了了 河南省公安厅打黑办 直接参与侦破工作 当年1月5号 在省公安厅的指挥之下 洛河警方的抓捕行动开始了 当时王华呀 住在洛河市的一个高档社区 他那别墅里边啊 装的都是防弹玻璃 几十名武警和防暴警察 把他家这别墅就包围了 在王华家里就把他给抓获了 经过讯问 王华呢 很快也就供认出了 宛镇与夫妇被烧死 是因为他花钱指使的 王华归案之后 洛河市公安局又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对这起纵火案重新开始侦查 在侦查过程之中 发现王华涉嫌更多的罪行 侦查终结之后啊 警方将王华涉黑案 移交检方审查起诉 在办理王华涉黑案的同时 2014年10月 贺碧市检察机关将已经调任 洛河某区检察院纪检组长的杨威 还有早已经退休多年的孙景严 抓捕归案 这两位大伙应该不陌生 咱们上期节目曾经提到过啊 就是在他们的包庇之下 那场纵火案 才被遮掩成了一起 普通的失火事件 同一年的12月23号 贺碧市山城区检察院 以涉嫌滥用职权罪 对杨威提起公诉 在起诉书里面是这么说的 1998年10月18号凌晨 洛河市原汇区老街 觉醒商行 发生火灾 造成晚震与孙云岚夫妇死亡 次日 消防部门勘察现场后 认定起火原因 是人为从铝合金卷帘门下 点燃外来可燃液体所致 属于纵火案件 洛河市公安局原汇分局 消防监督科 于1998年12月17号 出具火灾原因认定书 认定有可能属于纵火 根据火灾调查管理范围 应立案侦查 除了杨威之外 时任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孙景岩 也被检察机关 以涉嫌滥用职权罪 向贺碧当地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查明 孙景岩对侦破工作严重不负责任 隐瞒重要线索不移交 移交案件之后 多次私自提审重要证人 时任洛河市公安局 原汇分局副局长的杨威 违反规定 明知该案应当行使立案 而长期不安排 不督促办理行使立案手续 明知王华是重大嫌疑人 而不组织不安排 对王华采取侦查措施 导致王华长期逍遥法外 2015年8月10号 贺碧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王华等19人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以及放火罪 故意伤害罪等案件 做出一审公开宣判 王华等三人被判处死刑 判决那天 宛振宇的儿子 宛涛 还有宛振宇的女儿 捧着父母的遗像 来到了法院大门口 时隔十几年 自己的父母终于没有白白冤死 法院同时判决被告人孙培国 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放火罪等罪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十万元 被告人孙培超犯放火罪 故意伤害罪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被告人描绘局犯放火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被告人方民等十五人 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赌博罪 故意伤害罪等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至两年不等 2017年7月27号 王华、孙培国被依法执行死刑 至此 这个被称作落河杜月生的王华 终究是走向了灭亡 我认为了